最近的新疆棉仪式让各大明星都纷纷宣布和品牌解除合作 其中最被网友关注的估计教授王一博和陈奕迅了吧 陈奕迅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他和阿迪达斯可是签订了终身合同 但在新疆棉仪式被爆出后 陈奕迅毅然决然的和品牌班解约了 或许代言对于明星来说不算啥 但是终身合同可就不那么简单哦 据悉陈奕迅还是唯一一个华人设计师 不过在家国大义面前 陈奕迅不顾个人利益得失 坚决解约 不得不说陈奕迅的爱国之心 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 那么王一博为何被大家关注呢 王一博是第一个和耐克宣布解除合约的艺人 大家都知道王一博是耐克的忠实粉丝 但是在事情爆发的第一时间 王一博的反应相当迅速 正因为王一博的迅速反应引起了耐克的针对 在王一博宣布解约之后 耐克的光威便删除了和王一博相关的所有代言 如果说耐克光威删除了所有解约明星的代言 那么网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耐克欺人的点在于 他只是删除了和王一博相关的内容 同样解约的唐生云却并没有被删除 从耐克的举动可以看出 他的歧途也就那么点了 面对耐克的挑衅 王一博并没有示弱 他也将自己的微博中和耐克相关的所有内容都清理干净 甚至连自己的装饰logo都舍弃了 经此一战 想必国产品牌也将彻底崛起了吧 在风头难尖之时 李宁官宣了肖藏成为他们新的全球代言人的消息 一时间肖藏成为李宁代言人的消息 迅速在朋友圈行其轰动 微博的转发量更是高达几十万 点赞量直接逼近上百万 不得不说 李宁只这一波宣传 真的很会卡点呢 肖藏最近这段时间是好事年年 但同期兄弟王一博却有那么一失的不如意 和耐克解约 被耐克针对 为了反击耐克 直接穿上拖鞋就上班 看着一波的小脚丫 粉丝纷纷担心 王一博之后会没有鞋子穿 不过有消息称 其实红星尔克已经向王一博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王一博能够和他们一同合作 将国产品牌推向另一个高点 不过王一博这边会不会接受 还不得而知 但小编觉得 如今大家的爱国之情都被激发 本土的运动服装品牌 在之后的发展中 必定会更加被大众所喜爱 王一博如果在此时 接受红星尔克的邀请 那么必定能和好兄弟肖战 一同让更多人看到国产运动服装品牌 在新疆免疫室之前 耐克阿里达斯这些国外服装品牌 是所有流量明星和一线明星的首选 经此战役之后 想必大家选择的方向会有所改变 肖战和王一博 两人在澄清令中的表现 让很多网友都很喜欢 因此在这部剧结束之后 两人一度败外借助 兄弟谁批 那段时间 两人一同出席了不少的活动 方式两人一同出现 必定会引起一番轰动 可惜的是 肖战在227事件之后 就一直争议不断 而他本人也在这件事情之后 沉寂了一段时间 最近肖战的事业 终于开始逐渐回春 他和团队的决定 为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大家还在选择那一刻阿迪的时候 其团队和肖战 在1月份就和李宁签署了合约 直到最近 李宁才在事难的时候 宣布了肖战成为代言人的消息 据悉 肖战成为代言人的消息 刚公布半个小时之后 李宁刚上线的新品 就被网友一抢而空 不过从侧面也可以看出 肖战还是点击的流量明星之一 如果要是王一博 真的和红星耳克达成合作 那么两个顶忧带来的效果 想必是我们无法预估的 虽说如果王一博真的接受了邀请 那么兄弟二人将避免不了 又会迎来一波PK 但是这样的比拼 却看到大家津津乐道 文末小编想说 如果想要让那些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外来品牌 真正的重视我们 并且对我们道歉的话 我们需要自己从内心真正的决心 而不是一时的过过嘴硬 转身风头一过 又开始去支持外来品牌 外来品牌之所以会如此参款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清了我们的内心 先前我们不就是嘴上来华为 私下买苹果吗 这是因为之前我们的做法 让他们看清了一切 在他们心中只要风头一过 他们搞个出销啥的 我们就会争相去购买他们的产品 因此要想外来者 从内心开始尊重我们 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 从内心开始觉醒呢 现在我们是否感觉成为能够的